我们这份年度报告 每年都是在年底推出的 到了年底 人们会有个习惯 做个总结 回顾这一年 展望下一年 这跟时间的性质关系不大 跟我们人类的认知模式 关系很大 你想啊 时间像一条河流 非要从中间解断 找到一天 说从这一天开始 新的一年就跟过去不一样 你要是时间 你都无法理解 人类的这种奇怪的想法 其实啊 我们是要找一种仪式感 那有了这种仪式感 就会更加自觉地整理自己的思想 何凡报告 就是要回归这种仪式感 那说到2021年 你有什么感受呢 也许你感受最深的就是 2021年的不确定性太多了 比如 本来以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早该过去了 没想到它还是一轮接着一轮地来 比如 河南和山西这些地方 居然会遭遇那么大的暴雨和洪水 这种极端天气 我们以前想都没有想过 再比如 蚂蚁金服在上市之前突然被叫停 还有滴滴 在上市之后被多个部委联合调查 还有教培行业 受到那么多严厉的调控 这都是我们在2021年经历的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2021年的不确定性 只是表面上的不确定 这跟过去几年遇到的不确定性 从本质上说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你看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 那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那是真的不确定性 2020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 那也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这也是真的不确定性 那2021年这些所谓的不确定性呢 他们都已经有征兆了 他们都是结果 而不是原因 他们都是续集 而不是首创 他们都是老调 而不是新局 就说互联网行业 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这件事情吧 这不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报告中 提到的C型曲线所预言的吗 当技术进步的速度 超过了社会适应的速度 那就要让技术进步的脚步放慢一些啊 步子放慢才能够走得更稳 再比如说教培行业受到严格的监管 那不就是我们讲过的 当教育模式出现了问题 才会激发出改变的动力吗 如果你是个有心人 这些趋势 你早在数年前就会有所察觉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型确定性年代 我在后面的课程里会详细的说 这是历史的大趋势 也就是所谓的国运啊 那国运不是说只靠运气好 其实是长期积累的量变发生了质变 巨大的体量带来了巨大的惯性 你想啊 那质变之后它能再变回去吗 这么大的惯性 它的运动会突然停下来吗 这都是趋势带来的确定性 那除了趋势 还有政策 其实到了2021年 政策已经变得高度透明 高度确定了 就拿房地产调控来说吧 在过去 房地产有时候会被用来对冲经济下滑 但是这几年房地产始终坚持房住不炒 一点也没有动摇啊 那你从中就能够看到政策的定力 在这份报告里头 我会带你一起学习理解政策 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未来的趋势 针对你关心的热点问题 比如房地产调控 互联网反垄断 人口问题 自动驾驶等等 我不仅做了深入的调研 和行业内的企业家专家做了交流 而且参与了相关的政策咨询 在这份年度报告里 我会跟你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 让你能够有更高的格局 更广的视野 当别人告诉你 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时 我会告诉你 一个新型确定性年代已经到来了 当别人告诉你 机会越来越少 路越走越窄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可以尽情创造的新时代 那你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我有底气讲出来 未来是新型确定性年代呢 为什么我能帮你更清楚地看到未来呢 因为我是少有的坚持实地调研的经济学者 在过去的一年 我和我的团队去了很多城市 我去了曾经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 宁夏的西海固 去寻找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我在棉花收获的时候来到了新疆的棉田 亲眼目睹了中国农业的新变化 上午我还在创业企业的办公楼里和企业家一起探讨自动驾驶的未来 下午我就到了医院 采访做临终关怀的医生 请教关于生死的终极问题 我到工厂的流水线上跟着工人一道一道了解复杂的生产工序 也曾经坐在县城的小店里面观察进店消费的每一位顾客 我为你采访了创业者 科学家 企业高管 政府官员 也采访了一线的工人 返乡青年 音乐制作人 直播网红 那这份报告是我风尘仆仆走街串巷 为你带来的鲜活而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份报告中 我依然采用了自己调研中国的独特方法论 那就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慢变量才是影响历史的真正动力 小趋势是经济演进的前沿突变 影响中国经济的慢变量 有城市化、工业化、科技进步和人口变化 这份报告就将从这几个领域 为你找到中国经济中不为人察觉的闪光点 那将是照亮未来的灯光 在调研的过程中 我还提炼出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竞争策略 那就是今年报告的主题词 腾挪 这个腾挪策略 就是要回答你心中机遇已久的很多困惑 当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看似很强大的对手 或是遇到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 怎么办 放弃吧 不甘心 蛮干吧 干不成啊 那我就要告诉你 腾挪 腾挪能够帮助你重新发现优势 改变约束条件 破解很多看似无解的难题 你会看到乡村的民宿 可以做得比城里的五星级酒店更潮 你会看到一群小镇歌手成了明星 而一线城市的青年反而要追星 你也会看到 看似无聊的制造业企业 其实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着微创新 然后对冲外部的冲击 坚持到今天 那这些专精特薪 反而成了资本市场上最亮的仔 腾挪这个词啊 本来是从围棋中来的 高明的骑手都擅长腾挪 这样才能够在局部处于不利地位时 反败为胜 那这个策略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应用在经济决策 企业管理 人生规划等等很多问题上 这门课里有很多腾挪的案例 通过借鉴这些案例 你会明白 没有人能够全方位地碾牙你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千金顶 你不必计较一成一尺的得失 也不必总是跟着别人一步一去 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的腾挪之道 要学会在不同的情境下运用这个策略 那今年的核泛报告 希望能帮你在这个新型确定性的年代 学会腾挪 把握自己的机会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 这份报告将给你提供一份接地气的角色参考 中国经济面临的变化 那可不是季节的调整 而是气候和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发生改变 这份报告会帮你看清宏观环境 帮助你在这个新的经济生态系统中 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如果你是个投资者 这份报告将给你提供一份前瞻性的情报 那很多人失败是因为只看到了眼前的喧嚣 没有看到历史的大潮 把泡沫当成了潮流 我会带你用鹰眼视角去看清人口变化 科技创新这些重要的长期因素 对经济增长 资产价格走势的影响 如果你是年轻人 你关心的是自己的前途 那这份报告将会为你提供一份贴心而实用的建议 你完全可以做到拒绝内卷 用腾挪实现自己的乾坤挪移 到底是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小地方 到底是在大厂奋斗呢 还是出去自己创业 那这些问题 我在这份年度报告里面都提供了不一样的答案 如果你是家长 你还会关心下一代的命运 那这份报告将会给你提供一份详尽周到的人生规划 你应该学会站在未来去引导孩子 而不是站在过去的那一边误导孩子 你要看到孩子成长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他又该如何去适应未来的社会 然后再把事业拉回到现实 去倒推哪些是他现在就要掌握的核心技能 当我发出宏愿要做30年的调研时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这么宏大的工程 它不可能是我一个人的工作 我其实是在和你们一起创建一个知识部落 一个命运共同体 加入这个知识部落 加入这个命运共同体 让我们共同感受中国经济的脉搏跳动 体验一个民族的光荣和梦想 关于未来是什么样子 关于个人在宏观环境下如何选择 我的思考都在这门课程里了 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探讨